严罗,你来干什么? 难道你不怕死? 哈哈哈哈,死,就你现在这样子,杀得了我吗? 真是没想到,本来只打算杀了子墨,没想到还能捡个漏,顺手解决掉让我们头疼很久的灵绍,你说这是不是双喜临门? 混蛋! 我好不容易等到这样的机会,怎么可能让你通知家族呢? 待会我来牵制住他,你赶紧逃。 不行,丢下朋友自己逃。 这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。 他可是魅影组织的金牌杀手,拥有大宗师巅峰的实力,以你我现在的状态,根本不是他的对手,能走一个是一个。 别劝我了,想想怎么对付他吧。 你可真将,算了,如果能顺利活着,你这兄弟我交定了。 别啰啰嗦嗦的了,准备受死吧。 严罗,林家不会放过你的。 外面的人都知道你今天找子墨切磋,等杀了你,我会将现场布置成你们切磋误杀对方的样子。 你说林家到时候会不会知道真相呢? 你,去死吧。 你是什么人? 伤少主者,死。 装神弄鬼。 蝼蚁。 你是林家之人,虚无派的。 你,你是谁? 千家之人。 千家,难道说,你是那个千家,你含子墨少主,难道子墨他是那个人的? 今天的事情不要跟子墨说起,他还没到知道的时候。 是,前辈。 乖乖,你这哪里是无门无派的散修? 你这被井牛大发了,不过为何你啥也不知道呢? 我还活着。 没死呢,阎王部署又叫我们放回来了。 卧槽,咋回事? 那个魅影组织的杀手呢? 死了。 你杀的? 怎么可能,我如果还有实力杀了他,你觉得你能跟我打成平手? 那是咋回事? 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,用秘法通知了家族。 原来如此。 放心吧,魅影组织这次如此不开眼,差点弄死老子,自然不能让他们好过。 我已经将这件事情通知家族老祖了。 混账东西,魅影组织竟然敢欺负我林家子弟,东南西北。 你们去把魅影组织在下国的据点,全部给老子掀翻了。 是,老祖。 林东,我们并没有得罪你们林家,你们就不怕引起大战吗? 哼,你们魅影敢刺杀林家之人,该杀? 不,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。 误会?留着去下面忏悔吧。 走,去下一个据点。 首领不好了,我们魅影组织在下国的据点,一天之内基本都被捣毁了。 什么?知道是谁干的? 是鼓舞林家。 林家,他们这是要做什么?挑起大战吗? 我调查到消息,是因为下国某分部的阎罗,差点弄死林家的林天真,所以他们老祖直接下命令。 混蛋,阎罗活得不耐烦了吗?没事去弄林天真干嘛?不知道林天真是林家的宝贝疙瘩吗? 首领,我们现在怎么办? 怎么办?良办,通知还活着的人,据点都不要了,都给老子隐匿起来。林家咱们得罪不起,等后面规则解除之后,自然有人会对付他们。 是,少林。 飘渺妈妈,老爸他还要让我待在这里多久,我啥时候能出去啊? 你这是待艳烦了? 天天待在农村,没事还要种田,这有点不符合我的身份啊。 不符合你什么身份,爸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,你听着就行了。 呵呵,还是婉婷听话,不像你,从小就不让人省心,最近子墨怎么样了? 子墨现在已经突破到大宗师巅峰了,再有一个契机就能突破到先天津。 正好,这里的元素石应该要现世了,你找个借口让他回来,顺便将这里的元素石吸收了,突破先天境界。 飘渺妈妈,需要这么着急吗?子墨这才修炼没几天,一下子就让他冲刺到先天境界,会不会出什么问题? 当妈的心疼了,放心吧,你爸都安排好了一切,要不是封印现在不稳定,他都打算牵手训练子墨呢。 行吧,飘渺妈妈,你要跟子墨见一面吗? 不见,被人叫奶奶的感觉太差,走了,记得别忘记正事。 小墨,真的没问题吗?飘渺妈妈脸上明显愁容比上次多了。 那个层面不是你我能解决的事情,我们要做的,就是让子墨的实力尽快达到爸爸的要求。 行吧,臭小子,这么长时间都不知道打个电话回来,死外面了。 嘿嘿,妈,这是又跟我爸吵架说了。 别废话,过两天村里祭祖,咱们虽然不是这里的人,不过也要参加,你给我多带几个女友回来,给你妈争口气,省得那些长舌妇挖苦我,知道没? 知道了。 子墨,咱们开这个车回去,会不会太显眼了,要不要低调点? 那小姐,过分低调可就是傻袍子了,咱们现在有钱了,自然要让别人羡慕羡慕。 再说了,弄得太低调,我老家那些村民搞不好还要恶心你几下,省得烦人,咱们一人开一轮车回去。 走不走啊,磨磨唧唧的干啥呢? 你说啥? 哥,啥时候出发? 你说你,堂堂一个邻家大少,先天境界的存在,居然不会开车,是不是有点太丢人了? 以前去哪都是直接飞过去,开车有必要吗? 赶紧学会开车,不然要我一直给你当司机吗?你是来保护我的,知道吗? 大哥,你这背景还需要人保护吗? 跟他啰嗦干啥,直接开过去得了。 来人啊,撞死人了,没有个一百万我客气不来。 赶紧让开,好狗不挡道。 哎呦,撞人了还这么凶? 有没有王法了?大家快来看啊。 卧槽,世俗界这么猖狂的吗? 行啊,赶紧走人吧,我车还没碰到你呢,这次碰的也太明显了。 你让走就走啊,赶紧赔钱,不然今天你们就别想走了。 怎么的,这事都不到,打算抢了。 救你是多,去你的。 醒醒,还要不要钱了。 大仙饶命啊,是我们有眼无珠,放过我吧,我都是受了别人蛊惑啊。 行了,赶紧滚蛋,老子没时间跟你在这啰嗦。 这种人就是欠收拾,直接干就完了。 哥,嘿嘿。 过分了呀,出发前已经给你两块零食了,没有了。 系统之前奖励了数千块零食,不小心给这小子看到后,整天就跟狗皮膏药似的。 听这小子的意思,只在古迹中听说过零食,真正的零食还是第一次见。 大哥,卖地的事情你再考虑考虑,对方给的价格可不低,这样对你我都好。 你的那点心思我会不明白,对方如果没给你好处,你会这么积极。 陆家的祠堂在这里,搬迁是不可能的,还有小钱一家都在这里。 他对村里的贡献,你看不到,他也不会同意的。 别傻了,这里的地都是爸爸临终前留下的,哪里轮到他同意,大不了到时候给点拆迁费就行了。 那小子看着也傻乎乎的,好忽悠。 住口,只要我还活着,只要我还当一天的村长,拆迁的事情你就别想了。 既然如此,那就别怪我跟你争一争村长的位置了。 你。 各位,今天借着祭祖的机会,我准备争一下咱们陆家村的村长之位。 我大哥年纪大了,做事缩手缩脚的,这样很不利于我们陆家村发展。 按照规矩,我们两家只要谁的财力更强,支持的人更多,谁就能当选村长。 现在,请支持我的站左边。 我支持,我也支持,你们,你这也就一半人,所以村长还是我。 还有千小默家里没站队呢,让他选择,到底支持谁? 这次必须做出选择,以前总是霍西尼。 没错,如果我继续保持中立呢? 那你们一家就滚出村子,陆家村不欢迎你们。 诸侯,当初是我同意他们搬进来的,让不让他们离开我说了算,还轮不到你们在这里指手画脚。 陆老头,我们尊重你喊你一声村长,但你别给脸不要脸,你阻碍大家发财也就算了。 如今又袒护这个外来户,怎么的,怕是你流落在外面的私生子吗? 你,你信不信,你只要再说一句侮辱我的话,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 你敢,我还真就不信你能弄死我们。 发生了什么事? 臭小子,终于回来了。 原来是这么回事,行了,你们可以滚了。 放肆,你说什么,没大没小的东西,在外面都学的什么玩意,就是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? 长辈,你是谁的长辈? 别给老子填着脸和认亲,我尽重的也只有村长爷爷,你算什么东西,多余的话,我不想说,赶紧捆带。 连祖宗家业都想买掉的人,有什么脸留在这里?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这个? 闭嘴,你都不是陆家村的人,有什么资格说话,你为自己开个破宝马来就可以得瑟了。 哟,小哥嘴挺厉害的呀,我或许没资格说什么,但我男友可是陆家村的人,这车可是他全款买的,你呢,有什么? 哥,这车也不难开啊,上去谁便练两下,就可以开起来了。 车来了,还想说啥? 哼,或许这车是你租的呢,为了百库而已。 租,就这破车还需要租,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,这是谁的名字? 还有,你是哪根聪,敢这么阴阳怪气的跟我哥说话? 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,那我就满足你的好奇心,我是星耀娱乐刚签订的艺人,我叫。 行了,你叫什么,我没兴趣知道,还有,你以后也不是星耀娱乐的人了。 好大的口气,我是不是星耀娱乐的人,是你能决定的? 这件事他还真能决定。 走,总监,您,您怎么会在这里? 你不用管我为何会在这里,我只知道,李鼎壮董事长,后果很严重,我会通知其他公司,在全行业封杀你。 什么?董事长,他是董事长,这,这不可能,都是你,你说他只是一个销售员的,都怪你,让我得罪了董事长,我咬死你。 别在这里暗眼,都给我滚蛋。 没想到,星耀娱乐的董事长,居然这么年轻。 你又是哪位? 你又是谁? 子墨,这是我女朋友,雄风资本下是分部总经理所有名的先机,所以…… 雄风资本? 子墨,时许点,赶紧让你爸爸做出选择,念在村民一场,这件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就,你星耀娱乐就算再强,在雄风资本面前也不过是个渣渣。 你走开。 亲爱的,你…… 滚,别妨碍我说话。 帅哥,我觉得我们之间可以有点合作,有了我们雄风资本作为后台,你的星耀娱乐会更上一个台阶。 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。 别忙着拒绝,只要你答应跟我合作,姐姐人都可以给你。 子墨,有好玩的地方都不交上我。 你是觉得,以你的姿色,可以超过我身边的人? 哼,给脸不要脸,那今天这个村长还真就换定了,我会让你知道,什么叫实力,你到时候会来求我的。 卧槽,哥,这些都是嫂子吧,厉害啊。 千,搞半天原来也是海王一个,子墨,你会后悔拒绝我的。 你,你敢打我? 不好意思,一般我是不打女人的,不过你这左摆一下,右扭一下,看到老子直反胃,我是真没忍住。 你给我等着,我会。 特么大,在啰嗦还打你。 你知道我是谁吗?我可是古武苏家的人。 抱歉小姐,我来晚了。 大川爷爷,您总算来了,我可被人欺负死了。 是哪个不开眼的混蛋敢打我家小姐? 是我,你找死。 卧槽,这是人能办到的,我不是在做梦吧? 刚刚那些是不是特效? 特效?你找场子还带特效来打? 你不如说刚刚那老头丢的是手雷,我还更愿意相信一点。 在我的地盘,动用武力,你考虑过周围这些村民的感受吗?伤了他们怎么办? 一群龙蚁死了就死了,你又是何人? 大川爷爷,他叫子墨,是这陆家村的人,也是星耀娱乐的董事长,就是他的人刚刚一直欺负我。 陆家村?古武世家没听过这个人物啊?这小子的实力起码宗师起步,难道是哪个世家收的外姓弟子? 小子,我不管你是哪个家族的弟子,我们古武苏家可不是你能惹得起的。 识相的赶紧跪下来给我家小姐赔罪,再把这个打我家小姐的混蛋弄死,老夫可以考虑饶你一命。 你哪来的自信?至于你说的,要弄死他?行,天真,这老头要弄死你,给他弄。 行嘞,老头,你过来啊,一个苏家的喳喳,你找死。 仙天静,你是仙天静,用剑,仙天静的少年,你,你是古武林家的林天真,还不算太笨。 林少,恕老夫眼拙,先前多有得罪,老夫带小姐给林少道歉,还请林少见谅。 只要林少放我们义马,苏某以后一定加位赔偿,求林少放我义马。 你说的一点没错,你是眼镯,展安。 跑得了吗? 大川爷爷。 回去告诉你父亲,滚出雄风资本,雄风资本不是你们苏家能染指的。 你凭什么让我们滚出雄风资本? 爸,大川爷爷他,他死了。 是我不好,没教育好你,害了大川伯伯。 回来吧,咱们回苏家去。 爸,你怎么了? 我已经被雄风资本踢出董事会了。 他们凭什么,他们难道不怕咱们鼓舞苏家吗? 这么的,让你回来就回来,哪那么多废话,都是你个蠢货。 惹谁不好,非要惹雄风资本的董事长子墨,还惹了鼓舞林家,现在就连传说中的千家都给苏家警告了。 千家,传说中的千家,那是咱们苏家能惹得起的吗?苏家现在因为你,正被林家赌着呢? 你说你脑子是不是有炮,脑子当初怎么就没一屁股做死你? 什么?董事长子墨,林家,千家? 都滚蛋吧,多余的话我不想说。 但凡今天战队的人全部给我滚蛋,我不想在陆家村看到你们。 子墨,你不能赶我们走,我们世代都住在这里,走或死,选一个吧。 妾,一帮剑锋使舵的渣渣。 村长爷爷,没事了,以后我父母还要你老多多照顾啊。 怎么呀,不错不错,有出息了。 爸,我弄的情况,你就一点都不害怕,是不是太淡定了? 臭小子,你想我怎么害怕?你以前的性格可不像这样,我总觉得你老有事瞒着我。 该你知道的时候会让你知道的,不过这次是办得挺不错,给你妈长脸了,看到刚刚那几个长舌妇憋屈的样子,我心里舒服多了。 对了爸妈,为什么陆老二要卖掉村子呢?这也不适合房地产开发呀,搞雨油也不现实,他们图什么? 后山有块温泉挺好的,你带着你的小女友一起去泡泡吧,走媳妇,回家给让媳妇去做饭去。 妈,我爸这是? 听你爸的。 这老两口子咋都神神秘秘的? 什么,搞砸了? 陆老二传来消息,说那边有高人保护,陆老大那人油盐不尽,怎么说都不肯出让村里的土地? 高人保护,难道对方也有宗师以上的实力存在,会是谁? 不清楚,不过对方显然实力不低,连苏家的苏大川都死在了现场。 看来只能搞偷袭了,凭借自己大宗师中期的身份,应该没多大问题。 大不了东西到手后,直接逃到国外,媒营组织已经邀请好几次了,正好寻求他们庇护。 今天一定要破开禁止,拿走宝物。 哥,这不就是一处温泉吗?有什么好玩的? 是啊,就是一处温泉,为什么会被人盯上了呢?爸爸为什么让我来这边看看呢? 显然他知道些什么? 这水好清澈呀,还真的是温泉水,可惜咱们没带泳衣,不然在这里泡个温泉多好啊。 是啊,可惜了,下次带着泳衣来吧,这里风景最适合泡温泉了。 哼,恭喜我的女人,找死? 不可能,对方实力在我之上,赶紧逃。 想逃,修审篇章第二诗,万害应。 别杀我,我知道这泉水的秘密。 说? 温泉水下面泉眼之处,有个古镇法,里面封印着大量的元素石。 什么?元素石? 存在古籍上的东西,怎么在遇到子墨后,一样一样的出现了? 先是灵石,现在又是元素石,难道这都是亲家所为? 那子墨背后的家族也太恐怖了吧? 我,我已经把泉眼的秘密告诉你们了,可以放了我吧? 你?你不讲信用? 从一开始就想杀我的女人,这样的人我会留。 停。 喊我干嘛? 没喊你。 哥,他说下面有古镇法,你能解开吧? 这个元素石很重要。 当然,按照古籍所说,每个人都有对应的元素力量,这些力量凌驾于我们体内的灵力。 这么说吧,只要得到元素石,就可以将体内的灵力转化成元素力。 一旦转化成功,以我先天后期的修为,对抗虚丹初期也有一战的实力。 这么厉害? 这还是因为没有好的功法,我们林家也只有一本低子功法,如果有天字或者以上的功法,虚丹初期根本拿我没办法。 哥,你到底可不可以破解古镇法? 我下去看看,你在这边等着。 这就是古镇法,看上去好复杂呀。 妈,是那个预排? 这老两口果然有事,瞒着我。 这是什么? 静心凝神,元素黄选住你了,赶紧运转你的功法。 天真,子墨他怎么还没出来,都一个小时了,要不你进去看一下吧。 不行,我刚刚试探过了,这水面突然被禁锢了,我也下不去。 那怎么办,子墨他会不会有危险? 应该没事,老大可不是一般人。 这是什么情况? 这是元素石在选人,真没想到,几位嫂子也是元素体,咱们要快速吸收元素石,能吸收多少就吸收多少。 这霞光冲天,相信要不了多久,那些家族的老怪物就会感受到了抓紧时间。 下国东岸地区,有宝物现实,应该是传说中的元素石,你速去争夺。 是,大人。 老祖,您呼唤我何事? 东岸地区,霞光冲天,我推算出是元素石出现,你速速去查探,只要跟你匹配的元素石,务必夺下。 是,这次估计对手不会少,自己小心,如果有生命威胁,捏碎玉符,我会出现。 是老祖。 哈哈哈哈,突破了,我突破了,先进进后期,我现在。 卧槽,一惊一乍的干啥? 我特不得已经够妖孽了,跟你一比。 我算个屁,你这才多久,刚刚见你的时候,你才宗师巅峰,现在居然跟我一样,到了先进进后期,你特么的就是个怪物啊。 卧槽,又咋了。 子墨,我们好像变强大了。 不是好像,就是变强大了,连嫂子都来到宗师镜了,这个世界太疯狂了,宗师已经这么不值钱了吗? 既然修院差不多了,那赶紧离开吧,剩下的元素石我已经收起来了。 对,赶紧走,这么大的动静,再不走的话恐怕会有大麻烦。 怎么了? 来得还真快。 老大,来的是下国乾隆榜第九的陈浩和第十的许字仔。 乾隆榜,那你排第几? 我排第三。 你们两个可以走了,东西都被我们吸收完了。 不可能,林天真,我们老祖说了,感应到的元素石不止一种,你需要的只不过是金元素。 我和许自在只要木元素和水元素并不冲突,希望你可以行得方便。 很不巧,你们俩要的被我这两位嫂子吸收了。 林天真,别逼我们。 念在咱们是同一阵营的,我才会跟你们多说两句,但不要得寸进尺,让开。 你…… 两位美女,还请交出元素石,我们可以考虑放你们走,不然…… 没有,滚开。 子墨,你的底细我们都已经知晓,你是上偷药宝的人,我们无异于你为敌,我们可是先天初七,如果出手的话,难免伤了和气。 你话太多了。 陈浩,快退,对方隐藏了实力。 要不是看在你们跟天真是同一阵营的,你们早就躺着说话了。 你……你是先天静,怎么可能,这才多久,宗师巅峰到先天静,这还是人能办到的吗? 还要元素石吗? 抱歉,是我们之前态度不好,如果可以的话,我们想用东西换。 你们有什么? 我们许家是丹药世家,陈浩家族以锻造为主,不知道子墨兄弟是否有兴趣。 天真,这两人人品如何? 还行,陈浩莽撞了点,人品还不错,许子再有点老坚俱滑,不过原则性没问题。 莽撞,论莽撞的话,你林天真认第二,谁敢认第一? 说老坚俱滑的话,你林天真滑得跟尼秋一样。 这样吧,我可以给你们一人一块元素石,不过你们两家欠我一个人请,以后我或者我朋友上门,希望你们家族能顶利相助。 就这样? 就这样? 我们答应了。 记住你们的承诺,如果违约,我子墨的东西可不是那么好拿的。 放心,我们说到做到,多谢子墨兄弟,我们先走一步。 这就要走了,我们可没答应啊,凯撒,迪尔西,梅卡斯,你们居然敢进入下国。 哥,是灯塔国的人,这几位都是屠龙堡前十的存在,交出所有元素石,然后离开,好大的口气。 这家伙又是谁? 盖天豪,下国乾隆堡第一的变态,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家族的散修,不过背后有个超级变态的师傅,听说已经到了金丹七了。 金丹七? 没错,带着你的人滚出下国,这里不欢迎你们。 盖天豪,今天凯撒老大在这里,我们走不走,可不是你说了算。 一拳打爆先天初七,不愧是乾隆榜第一。 盖天豪,你找死。 没想到你的实力又进步不少,垃圾光会跑的家伙。 盖天豪,你卑鄙,所有人一起上,不要留守。 那么的,你们两个去对付陈浩和许自在,去对付那个子墨。 元素石应该就在他身上,将他废了就行,别打死了。 你们两个去对付林天真。 剩下的一起缠住盖天豪。 行动。 盖天豪,今天就是你的死期,做好准备。 怎么回事? 废物,两个人都坚持不了一分钟。 怎么可能,这才多久,林天真居然秒了两人,你,你突破到先天中期了,什么时候的事情? 你发什么呆呢? 不是打爆了吗?咋又火了? 这家伙叫梅卡斯,这是他的绝招,牺牲四肢来换取生命。 不过很长一段时间内,他应该使不出来了。 原来如此,这个子墨居然也是先天境中期,为何下国乾隆榜没有他的名字? 他刚刚出手瞬间,我连反应都没有,就被他杀了。 不行,不能继续待着了,不然今天非死在这里。 来了还想走,都去死吧。 那么的,这是玩套娃嘛,解决五个先天中期,又来五个先天天方。 你该死。 你竟然完美吸收了元宋氏。 死子不可留,杀了他。 我有一剑,可斩藏丘。 林天真可敢与我一战,早就懂这个机会了。 行啊,你们俩人就别明目传青了,又有人来了。 费尔,艾伦,奥布里,你们几人是想开战吗? 林霍东,宝物出现凭本事争抢,可不算违规。 放屁,你们灯塔国果然都是不要脸的,争抢那也是小辈的事情。 刚才那几位先天巅峰出手已经破坏规矩,难道你们几个半步虚单镜也要出手? 艾伦,奥布里,这林霍东就交给你们俩了。 交出元宋氏,算了,你还是去死吧。 混蛋,你敢动他一根头发,我们林家要你死无葬身之地。 林霍东,你的对手可是我们。 特么的,你们还要不要脸,老子跟你们拼了。 菲尔,他完美地吸收了元素石,将他杀了尸体带回去就行,他身上一定有秘密。